大家晚安 對不起 都不起這麼晚才開 泳圈晚安 哈囉 企鵝晚安 哈哈晚安 九大晚安 紅翼晚安 哈囉 熊熊晚安 兄兄 正人晚安 舒澤晚安 Hello Kiwi 志豪 晚安 剛好15分鐘 對啊 對不起大家 因為我 我 接下來我在忙別人的事情 對 然後 我 我跟你們講我今天 連我晚餐都來不及備料 所以我等一下會在旁邊就是 切東西 小朋友 好大師 我只要在旁邊 咄咄咄切東西 所以小朋友請物模仿 好不好 我先把這個刀 先手起來 小朋友請物模仿 切黃拉的一封信 直接外送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外送 而且我覺得我今天的這個光 這個光好奇怪 這看起來有點 黃黃的 你看 是因為衣服嗎 還是我貼個黃光看看 沒有更怪了 不行還是要白光 我今天看起來怪怪的 再亮一點 就是這樣看還好 可是我只要 一遠我的臉就 我就變黃臉婆了 還是我一直要這麼近 一定要這麼近嗎 看到夠夠了來 謝謝 謝謝 終影的我來簽到 終影生日快樂 哈囉 蘿莉蘭晚安 對啦 晚安了 子役晚安 黃光好像開暖 並沒有暖 再靠近一點點 我就會點頭 哈囉 羊熊早安 哈囉 小碗熊晚安 阿伯午安 為什麼 我一個五點直播 有人跟我說早安 有人跟我說午安 有人跟我說晚安 謝謝蘿莉蘭 夢幻也好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 好 這代表 這是一件好事 這代表Mina的粉絲 那個 五遠福界 各個國家都有 好不好 我們有些時差 都是可以接受的 哈囉 愛妻晚安 早安 晚安 我是Mina 今天要來做什麼 就是吃很無聊的養生鍋 對 這些材料也差不多放了 也快一個星期 差不多 要趕快煮一煮 Mina剛開嗎 對啊 今天比較晚開 抱歉 茶秋晚 沒事 我今天時間蠻多的 青菜糖 對啊 如果今天 我今天睡到下午才起來 然後 兩點多才吃我的午餐 所以我其實現在還沒有很餓 喔 而且我跟你們講 因為我 我最近 開始嚴格執行我的 我的 這個 算是新年新目標 反正 就是最近 嚴格執行 運動 這一項 然後 關於運動呢 我最近下載了一個APP 這不是工商喔 這是我最近下載一個APP 就是那種 就是有關瘦身健身的那種APP 那種其實我之前就看到 還蠻多人在用 但是因為我一直都是看 Youtube的影片 就是 我都是跟著Youtube影片做的 然後可是我 發現 用APP好像也還不錯喔 就是 就是你可以針對 你想要 雖然影片也是可以 反正我最近就想說 試試看用APP 會不會 更有效果一點 然後最近開始做 然後我現在肚子非常的痠痛 就是我有點不知道自己現在是飽還是餓的狀態 就是我的狀態肚子是痛 我現在沒有餓跟飽的感覺 對 體重要三開頭的目標要那麼早開始 就是不能脫啦 然後 我覺得 體重對我來說 倒也不是那麼的重要 因為三開頭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在夏天 因為之後就是過年 過年肯定 免不了會吃好料啊 或是大魚大肉什麼的 所以 我是覺得三開頭 至少在二月以前 是不可能達成的 但是 反正這是今年的目標嘛 現在才一月 我反正 十二月三十一號 以前有達到三開頭就OK 所以 對我來說比較重要應該是 就是 體態的部分 就是 鍛鍊一下身體 就是身體的曲線的部分 體重倒不是 體重倒是其次啦 去年過年我有試試嗎 好像 去年過年好像沒有 現在比較胖一點 現在還沒過年就試試 哈囉正元晚安 如果一直痛不就可以不吃嗎 可是不吃的話也不好啊 不吃的話沒有辦法 腸胃蠕動 謝謝正元的紅玫瑰 我現在沒有要減肥大家 我現在沒有減肥 我只是為了健康為了體態 就是在 就是曲線的部分 不是在減肥 只是在雕塑的部分而已 所以 所以才做運動跟 吃 因為健身的話 本來也是吃這些東西啊 就是蔬菜要多吃補充蛋白質這些 所以大家不要再把減肥放在我身上了 就是減肥三開頭這只是我今年一個很小 就是排在我的那張錶 都不知道第幾 就是很小的一個目標 重點是 身材的曲線 對啊 然後還有對 本來吃 吃蔬菜水果就是對身體好的啊 哈囉 哈囉 勇哥晚安 謝劍谷的 和果子 體態大於體重 真的 這是一個 大家不能只在意那個體重機上的 數字 有些人體重很輕 但是去測了體脂 滿身都是肥肉 然後有些人 你會覺得 他可能五六十公斤 男生的話 我不知道欸 反正你還是在看比例吧 可能有些人七八十公斤 可是你就看他的體態 你不會覺得他是一個 七八十公斤而已 你會覺得他可能看起來 就是比 視覺上少十公斤 反正這些都是體態的部分 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較精實一點 所以我真的覺得數字 不是那麼重要 對 現在看覺得很胖 我覺得體態 胖不胖這種事情 倒沒有一定啊 我覺得最主要是自己 喜歡現在的自己 三開頭這個數字 雖然對大家來說 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有點不健康 但是 以我的 身材比例 然後還有我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的喜好是最重要 因為看到三開頭我會真的蠻開心的啦 所以 就是 每個人的那個想法不一樣 我自己就是 對 主要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開心最重要 小哥晚安 謝謝博承的健身包 三開頭聽起來很可怕 不會啦 品涵跟玲玲也是三開頭的啊 他們看起來有很可怕嗎 也還好吧 三開頭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可怕啦 我手太細 但我跟你們講 這是 我覺得我手太細 單純是因為我 就是 就是 第一個是我們家的骨架本來就比較小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 我小時候不愛吃東西 所以我的 就是 即便我今天吃到50公斤 我的手臂可能也還是沒什麼肉 就是 我可能會胖在 臉啊 或者是腿啊 肚子 就是我的手臂就是一個 我覺得它這邊可能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東西阻塞 就是 脂肪 脂肪過不去 應該要上半身 對 就是我的脂肪怎麼長 就是在這裡 然後就下去 就是沒有辦法長到 手的部分 就是我 對啊 我超級簡單的 我的手都是細細的 都在臉上有點慘 我就 我就圓 我就圓怎麼樣 堆積 乳酸堆積 堆積在其他地方 對 反正不會是手就是 我覺得反正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不愛吃東西 所以它可能就是 不會往這邊長 然後腿的話 我不知道是體質的關係 是因為我本身是愛跑步 所以腿的話比較會長肉 手是真的 沒什麼肉 看來要透過按摩才能下去 欸我還沒有去外面給人家按摩過耶 就是包括那種 我看到 西門那邊好像蠻多按摩點 還有哪裡 有些地方去 就是它 那一整條都是按摩的點 謝謝巴巴的鑽石和膠原 就是 有那種按肩頸的啊 還是按全身的 還有按腿 按腳底按摩這些 我都沒有做過 我還蠻想試試看的 如果 去按的話 你們覺得我應該先從哪裡按去啊 奶奶最近去按了腳底按摩 腳底按摩感覺很痛 因為它會按你的那個穴道 那如果是按肩頸的話 感覺蠻舒服的 可是我平常腿又很常在訓練 所以 我不知道欸 如果第一次去做的話 應該先去做什麼好呢 我都沒有按過 因為對我來說 太收齒了 可是最近就是有點痠痛 昨天可能一次做太多了 所以就是現在全身都 有點痠痛的狀態 而且連脖子都在痛 不是我用力錯的地方了 腿嗎 肩頸是舒服的 我好像都很需要 腳底 怎麼辦 大家的建議都不一樣 我不知道欸 還是我下次去找一間店 然後就跟那個師傅說 我從來沒有按過建議先按哪裡 問師傅的一鍵好了 真的還蠻想按按看的 可能過年可以去享受一下 好像還不錯 反正今年過年又不能出國 去按一下 做大拳套喔 喔 那蠻奢侈 按全身要多少錢啊 應該要一千塊喔 一千多塊 按一次全身會噴掉一個月火石費 欸要三千那麼多嗎 要這麼多的嗎 師傅會說全按 為了賺錢是不是 按摩我不知道欸 按摩要這麼貴的 反正我最近的那個 價值觀一直在崩壞著 全身一般一千二到兩千 哦 反正每個店不太一樣 NFT NFT是什麼 有遇过师傅按到镀骨的 按摩师傅真的是蛮辛苦的 一天要按很多客人 感觉好累 去泰式的全身身体会折来折去 好像感觉好可怕哦 油压比较贵是不是 我应该便宜的就好了吧 要找比较有名的 会要吗有名的就肯定贵啊 我觉得开按摩店的都有一定的水平吧 倒不一定说要找很有名的 每个职业都蛮很累 可是按摩师比较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种吧 就是你一整天要一直揉面团 揉10个小时之类的 会那么久吗 应该会按摩师感觉一天无法工作10个小时 会过劳太累了 你哪应该会找平价的那种啊 肯定啊找贵的店按起来 就只是贵在名气而已啊 也不太可能 连续10小时都有可能 可是 我不知道一般按摩店 不是通常会预约吗 说不定你可以试试脸颊按摩 是你们想按我吧 你们是不是想当脸颊按摩师 今天要煮饭吃完 我已经两个月没煮饭了吧 超过了 我真的不喜欢吃饭 从小就讨厌吃饭 现在长大自己住了 能不吃饭就不吃饭好不好 我都没有在煮饭的 通常早餐午餐就是吃一些 馒头面包类的 然后晚餐的话就是 青菜跟肉啊蛋啊这些 没有在煮饭的 真的不喜欢吃饭 要顶多吃面而已啦 但是我今天也是不太饿 谢谢追踪 可以吗 哈什么东西可以吗 你说按米娜的脸可以吗 是吗 但不行啊 谢谢Kiwi的行李箱 谢谢追踪 哦对我刚刚说到那个 价值观崩坏的部分 就是 大家知道我前几天就是 跟异想天开他们一起去 做了手做毛毯 那个最近好多人去做 然后 我也去体验了一下 然后那时候那个 我们就在问说 那一般这样子就是 做一个毛毯要花多少钱 然后那个老师就叫我们猜 然后我一开始猜应该是 一千多吧 一千二左右 然后师傅说要再更高一点 然后猜到两千 我还说不可能再更高了吧 他说再高一点 我想说难道 两千 两千二 两千五 他说再高 结果最后有人猜 三千 真的三千 我的世界观就是崩坏耶 就是 就是原来做一个地毯 对做一个地毯 居然要三千块 你知道我们家以前的地毯 也是破衣服就是 我们家破衣服用处很多耶 你要看那个材质 比较薄一点的 拿来当抹布 有没有插桌子什么的 然后稍微有点厚度的 就拿来铺在厕所外面 当那个柴角店 那现在我们家就是 比较生活比以前好了 所以就有买那个柴角的地毯 但是也是顶多一两百块吧 结果居然 我们做的那个 手座地毯居然应该三千块 一个三千块 世界观崩坏耶 我要拿我的地毯过来给你们看 嗯 等我一下 我做的仓鼠 我舍得放地上吗 但我不舍得啊 本来做啊 做那么久 因为做一个地毯差不多会花四五个小时 而且这个是 这个还是小的哦 就是 如果是大的的话 好像要做一整天 可能要八到十个小时 而且 小的是三千块 如果大的话 应该要Double 可能要六千 就是要两倍的价钱 谢谢追踪 好 我真的蛮有葵瓜子 一起拿过来 你们看我的地毯 超可爱的 而且很好摸 呀 到现在还没有把它放在地上 我舍不得 做的那么辛苦就算了 然后一听到价钱又是三千块 就更舍不得拿来踩了 很可爱 我在想做它 可是不用的话 又好像很浪费 我在想还是把它拿来当坐垫 虽然用屁股做它 好像也没有好到哪去 可是至少它不会变得脏脏的吧 不知道哎 我现在还舍不得 舍不得用它 它看起来好厉害 好融融的 当地啊 怎么挂挂不上去 会很难做吗 我觉得 如果选简单一点的图案的话 就还 还行 对但是 还是要考验一点 技术 还是有些技术的 因为像 眼睛的这个地方 你们看 我觉得就是做直线的部分啊 就蛮容易的 可是 像眼睛 其实这里应该是圆的 应该眼睛是圆圆 可是因为 圆形太难操作 它是要拿那个枪 就是 枪去打 所以 直线的话会比较好弄 然后像眼睛这种 小小颗 然后又要弄得很圆就很困难 所以我那时候 我这个光这个眼睛 我就 重做了三四次吧 对可是一直弄 没有办法很圆 所以最后就这样子了 好哦 博程拜拜 不是量场成本就高啊 对啊 我回家有叫奶奶猜 因为我 我做完就很兴奋 然后回家就 跟奶奶炫耀说 你看这是我做的地毯 但是很贵啊 你看到多少钱 然后奶奶就看了一下 然后就说三千吧 直接 差一次就中耶 不愧是做服装的 他 因为他说像这种 这种有点像是什么 毛线的这种 他说本来就 这种线本来就蛮贵的 不愧是做服装的 就是你知道 一马步多少钱 那个线多少钱 就是清清楚楚的 然后他就 摸了一下这个材质 他说这个线蛮贵的 然后这个大小 然后又是手作 他就拆三千 马上就拆 对耶 我完全没有概念耶 我还很天真的 以为一两千就可以做了 然后奶奶一看就 对内行耶 他一看就说三千 就跟平常 我在拆食物的价钱一样 奶奶有时候买什么 买什么食物 然后他就说 比如说伴手禮 他叫我拆多少钱 然后我也是一拆就中 我就是对于那个食物 因为我自己 平常有在煮菜什么 就知道 那个原物料的价钱 就会拆准 然后奶奶的话就是 对于这种衣服啊 或者是这种 就是 缝纫啊 布啊 这些就是很厉害耶 奶奶等一行的意思 对啊 他平常真的是 不知米价耶 他平常真的是 不知米价耶 超可爱的 配上我的 回关 是不是很搭 拉远一点 葵瓜子超大的 这汤鼠可能要再做更大 可是大的话就更贵了 谢谢追踪 你好 家庭主妇的 鸭 对 然后今天我要来 煮我的晚餐 但我现在还没有备料 但是我镜头有点难带到耶 我可能只能自己在旁边 躲躲躲躲 然后你们要听声音叉 米娜请问现在在切什么东西 今天会弹吉他吗 今天应该不会弹哦 像女生内裤一样布料 但比男生的贵好多倍 是吗 为什么 为什么绕了一圈 又会回到内裤话题 我们刚刚不是在说 毛毯吗 刚不是在说地毯吗 到底有多爱这个话题 大家问我不准啦 因为我买的东西 就是没有很贵 好我现在先来切 先切这个 好我们现在来玩 听切菜的声音 叉米娜现在正在切什么蔬菜呢 这是不是很困难 等一下我现在正在 就是打开包装 你们也可以猜一下这个包装 太难了吧 我自己都觉得好困难哦 但搞不好真的有人猜得到 大家要知道 米娜平常吃的食物 其实蛮 蛮单一的吗 也没有说很单一啦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又便宜我就会常买 好 好 谢谢追踪 好 第一刀 诶听得到吗 音乐会不会太大声 有听到声音哦 豆芽菜最好是需要切啊 你们这些人 怎么会拆豆芽菜 我就说我在切了 怎么会拆豆芽菜 哈喽 你们 对啊你们瞎拆也要有那个 为什么一堆人拆豆芽菜 豆芽菜就不用切了 你们 哪里看过有人在切豆芽菜的 喵白公 我看有没有人拆到啦 我看一下喔 有人拆到耶 有人拆到了 我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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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切食物 好了不要再豆芽菜了 就說沒有豆芽菜了 OK有人猜到了 酷酪酪答對了 我在切的是 南瓜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辦法照到 不過我們這個小桌子有點亂就是了 看看是不是照得到 什麼東西還在 南瓜 對啊 他一個 我買一個28塊 你看現在還剩一點點 但我在想我今天要吃多少 我今天吃醬子應該就夠了 有聽到切硬的食材 對啊 我在想我今天要吃什麼形狀的南瓜好呢 我是看心情來切的 再切一刀好了 都是看心情的 南瓜很好吃 可是吃完我牙齒會變黃 是切這樣子就好 切4塊 南瓜你不吃 南瓜是我的愛 我超愛南瓜 南瓜煮湯很甜 這多切一刀好像有點太厚了 這多切一刀好像有點太厚了 好 我思考一下 今天要煮鍋 什麼感覺 我剛剛就是要煮鍋了啊 不是感覺 我剛剛就是我要煮蔬菜鍋了 拿去微波可以接生煮的 可是其實南瓜本來就沒有煮很久 好啦反正就 我先思考一下我明天會不會 會不會煮晚餐 我明天會煮晚餐嗎 現在看不到形勢力有點難以決定 我明天好像不會煮晚餐欸 那我這南瓜可能今天得煮掉 那我這南瓜可能今天得煮掉 好沒關係 那我現在先 我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放它 好現在來切 下一樣東西 所以 這是它了 對我明天好像不會煮 可是我又怕我吃不完啊 擔心吃不完 可是我家裡材料 所以你看這些東西自己煮有多麼省啊 這南瓜真的就是很耐放 然後又是對身體蠻好的食物 都可以吃很久 明天要練 其實我今天也要練 但是今天練比較晚 所以我直播完才去 咖啡廳 想想著你 是否也曾在此 試下失去 用什麼詞彙 有聖光 到底哪裡有聖光 等一下這個切東西的時候要 不能分形 不然 不然我的手指就沒了 這禮拜可是三週年欸 我沒有手指的話是 很恐怖的一件事 其實 表演前我們不可以受傷 因為我們藝人賣的是什麼 賣的就是我們的 手指 跳舞一定要有手指 沒有手指的話 沒有辦法跳奇蹟也趕不及 即將和我相連的他 沒有手指 手指是很重要的 好 胡蘿蔔 欸很多人猜對 對啊我在切胡蘿蔔 胡蘿蔔聲音超明顯的吧 而且還有那個 你看這個聲音 這聲音一聽就有胡蘿蔔 我其實平常會削皮 可是用削皮氣削 可是因為他今天剩這樣子 我就直接切 所以這聲音超明顯的 這聲音超明顯的 切紅蘿蔔的皮的聲音 這聲音超明顯的 本來通常直播我都會先背好了 但今天真的沒有時間 手指很重要 襪子怎麼跟你們握手 我一直切菜切切 我手就不見了 我就 我就變成 小叮噹 每次猜拳都輸 因為我只會出石頭 我只會出石頭 對啊 對啊 我是 要有手指才可以跟你們握手 好不好 話說我們三中年的擊掌會取消了 因為疫情現在太嚴重了 好討厭 每次一要辦活動 疫情就又來一波 我討厭 受不了 小叮噹透露臉 一樣的啦 聽得懂就好了 真的是 不要這麼計較 但我小時候看的 我小時候看的就是哆啦A夢 但小叮噹我也聽得懂 哆啦A夢也是能出剪刀 他為什麼可以出剪刀 他作弊 至少演唱會還在 就不要再突然又公佈什麼 這些演唱會取消 我是很難過 跟我們那時候Asia Festival一樣 都練了 然後結果不能表演 超難過 每次也要表演 疫情就會 就是來到一波高峰這樣子 六丹在哪 為什麼那麼急著問六丹 我們五丹都 不是才宣傳剛結束嗎 多拉夢有道具可以裝在手上 喔我有看過那個 可是那個是他的道具 那不是他的手指 好不好 本來想要當鴨線仔 買機掌的 好啊 反正現在大家都 急不到啦 好我們現在急一下吧 嘿 急上會變成六丹的握手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真的假的 蛤 我不知道欸 我知道今天有公佈 我是不是太激動了 一激動我聲音就很尖 對不起 等一下 哪泥 真的假的 不是我知道有公佈 我知道有公佈 就是急檔會取消這件事 當然我沒有 點進去詳細看就是 我以為是退款給你們 或是什麼之類 結果是補償成六丹的握手券是嗎 可是六丹不知道什麼時候欸 為什麼會丟一個這麼遙遙無切的 如果今天已經公佈 六丹幾月只要發行就算了 這都沒有 然後你說補六丹 就有六丹怎麼收法 蛤 你們才是我的主 呀 你們真的是我的好助理 我的經紀人 蛤 全屬滾兄弟 不會這樣子 居然是這樣 我好驚訝喔 最快年底 肯定啊 今年才一月 今年肯定會發吧 如果今年不發 我們就要吃土了 蛤 幾掌會補成握手券 所以等一下喔 可是幾掌 會 是一 五百塊不是嗎 那補成握手券 是多少 一張喔 那這樣不是虧了嗎 好我繼續切我的紅蘿蔔 等一下 紅蘿蔔要切什麼 什麼賺好呢 蛤 一長兩張 一換耳 所以等於便宜你一百塊的意思 是不是 為什麼會不知道會不會受疫情影響 對啊 真的是這個 時間點真的是很恐怖耶 我還在思考胡蘿蔔要切什麼形象 我每次都是看心情 就是 今天想要吃腸的 紅蘿蔔就切腸 對 然後有時候就是 反正就是隨心情 好我今天想要切個半圓 半圓死了 這樣煮起來那個甜味比較會 完全釋放 來一唱 硬壓慘 切成小花 太 你們太為難我了 好我是可以 不是 欸你們說太晚了啦 我已經切這樣子了 我沒有辦法再切成花了啦 不然我這樣可以耶 啊我好後悔 我應該要切完的 不然我再多 我這樣可以切花嗎 不然我就切小一點的星星怎麼樣 好我再試一下 我太晚看到你們的留言了 我覺得切星星還不錯耶 好沮喪喔 切成草是怎樣 草是怎麼形象 我在撕撞完 好我切一個星星看看 我看看喔 好困難喔 我已經切太小了 這樣子 會 可能會小一點 我試試看 好像沒有很好看 再試試 欸 我覺得 天啊 有點醜耶 太小了 好醜的星星喔 救命 好醜喔 怎麼辦 好醜 它有一點 可以嗎 還行啦 有點醜就是了 好啦 就這樣了 不要為難我 剛剛大一點應該比較好切 就這樣吧 還行 不要為難我 我剛才從那麼小的 這麼小一片我要切星星 已經很不錯了好不好 就這樣嗎 就這樣吧 對 這裡切太細了 好啦 就這樣 就這樣子好不好 不要為難我 不要為難我 可以給爸爸還有阿雪掌聲鼓勵 謝謝QE 星星跟月亮 還要月亮 我知道月亮簡單 月亮不就這樣嗎 我來試試看 有了月亮這個簡單還行吧 這樣我們就有星星跟月亮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玩食物 我就是做圓的那個滿月啦 這個是星月 這個是滿月 這個是星星 好吧 月亮上面的玉兔呢 你們不要為難我 不要為難我 思考一下 兔子 我已經這樣子 到底要怎麼做一隻兔子 不行啊 你們太晚說了 祝大家中秋節 才一月份 才一月份先祝大家中秋節 星月是全黑的 欸 星月不是指彎彎的月亮嗎 一彎星月啊 以前 上國文課的時候 都說的是一輪明月 一彎星月 不是嗎 廣寒宮跟月貴族 你自己去切 不是 你自己去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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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好tag我好不好 我不玩了 我要切 我這樣切我叫什麼 都談主婉朝 要切20 好了 就這樣 就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我等一下 我要切別的東西 好不好 我先 結果你看我一個紅蘿蔔切的 這個是該切星星剩下的 我們不能浪費 就我紅蘿蔔切的各種形狀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等一下拿去洗一下 然後我繼續切別的 好不好 星星星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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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我還要吃什麼呢 還沒煮好 就要出門 可以啦 我今天時間很多 我現在不餓 切住一個耳朵就好 不切了 我要切別的東西了 我想想我要在切什麼呢 我好糾結喔 我先去洗一下剛剛那個丟鍋子 不然我等一下的東西沒有 沒有辦法放 對 你們等我一下 我現在就 先交給我們的倉鼠好了 他挺得住嗎 他挺得住嗎 你們的煙心靠打 欸燈怎麼暗了 等一下他挺不住 我用葵瓜撐住他 他不行耶 他會滑掉 這樣可以喔 好我去衝一下 等我一下 衝衝衝 我們可不要 隨便拿著 鍋子 空母 身體變開的 好 不... 嗨我回來了 開燈 我本來就沒有很大隻好不好 要怎麼稱呼你 薯餅 蠻好笑的 它真的是薯餅耶 因為它的側面超像薯餅 是扁的 這就是被那個 這就是被黏過去 這就是被碾成薯餅的倉鼠耶 它真的是薯餅耶 不要傲竹竹 它哪有傲竹竹 它很可愛耶好不好 它是薯餅 嗨薯餅 我們現在來處理葉菜類先 剛才有人說沒有葉菜類嗎 這裡有一個已經要枯萎的 這個叫做 忘記這個叫什麼菜來的 當歐啦 當歐 童蒿 它已經有點微微乾枯了 要趕快吃 這是奶奶買的 然後買了它又沒煮 它為什麼要買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買 買了多多我在煮耶 它難得有貢獻一點青菜 這個我們就別切了 整片吃好不好 沒有啦 沒有啦 用手把它 凹油 幾片而已 當歐 我們都在一起 在一起 要命名成薯餅了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地毯還要取名字啊 誰會沒事幫自己家裡的地毯取名字 反正我就把那些已經有點 泛黃 要枯掉的這種 爛葉有沒有 先煮一煮 因為我一個人也是吃不下一顆 裡面的話都還蠻新鮮的 裡面蠻新鮮的 再吃個一片 一片時間真的過很快耶 就是 剛煮好 午餐 然後也是這樣 慢慢弄一下 也是就晚餐 很快 好啦 剩下這個下次再吃 然後把它冰回去 還可以再丟一樣料 我在想要吃什麼 偷渡客必學神曲 為什麼 為什麼偷渡客要唱當歐 悶動在一起 今天好粉 啊沒有畫腮紅 畫了腮紅會更粉 忘記了 剝了一個小時 發現沒有畫腮紅 要畫一下嗎 畫了會不會更粉 要畫一下嗎 要畫嗎 要畫嗎 用報紙包進去冰箱可以放久一點 喔我有聽說這個 等一下把它冰回去 不用 哈囉 換換換臉小粉絲 貼兩片紅蘿蔔 等一下要拿去煮了 不要再玩紅蘿蔔了好不好 好我現在 想說可以再多加兩個 再加一個心態啦 差不多四種就夠了 因為我今天已經有吃水果了 我們已經有健康五蘿果了 我們已經有健康五蘿果了 好我決定要吃這個 給你們看到價錢了 好啦沒差啦 反正它就是一個特價 你看那麼大顆35塊 還算OK啦 我還算是大一 花椰菜來說 直接不拆了是不是 本來應該讓你們聽聲音了 我的薯餅掉下去了 他還把我的燈滅了 找什麼啊薯餅 全插滿的 對 這個其實 35塊還行啦 就是菜市場 這麼大顆35還OK 菜市場有時候 貴的時候也是蠻貴的 這個35算OK 我丟個幾朵下去就好 重點是特價 對啊它不特價的話 一顆應該五六十吧 不知道 這也買好幾天了 但我先去洗一下這個菜 你們要等我一下了 我就不喜歡 在直播備料 我通常都在直播前備 好可是今天真的 太趕了 所以 對 大家 忍耐一下 我速速去洗一下 然後來切個花椰菜 你就可以開鍋了 薯餅你再堅持一下 不要鬧脾氣 不要鬧脾氣嘛 好不好 好 你用 欸 拉出來一點 好 怎麼覺得 Mina以後會跟薯餅聊天 我 我猜不會 我為什麼要跟他聊天 他就這個 他只是個地毯好不好 花椰菜不洗的話 很容易補充蛋白質 誰吃花椰菜會不洗啊 本來沒有很想丟花椰菜 是因為花椰菜要煮比較久才會軟 不過我們今天時間很多 等一下可以慢慢煮 所以應該是還好 還是切個雞朵丟進去 我第一次在直播 處理花椰菜 因為 花椰菜算是有比較 難處理的 也沒有難處理啊 就是比較花石 上面還黏著一隻是蚊子還是什麼 沒有 沒切個幾朵 哈囉小瘋丸 這個燈他最近都會一直沒辦法固定 直播不喜歡弄就是這樣 因為一定會 等一下喔 大家實際上已經看不到我在幹嘛 他掉下去了 他掉下去了 不行 只不過他沒有一個桌子在我的前面 我很難 我很難 我很難去 切他 好沒關係 我們就先 大概切一下 好困難喔 救命 還是放在 砧板上面 為什麼我要選擇花椰菜 我剛剛為什麼不就切個金針菇 我就可以 讓自己很輕鬆 為什麼要在直播的時候切花椰菜 謝謝阿琪的一封信 花椰菜我都是 都是用切的 花椰菜要怎麼用剝的 應該差不多了 對不起我真的 金針菇要切嗎 我都會對切耶 因為不切的話我自己覺得有點長 我不知道 大家吃金針菇的時候會切半嗎 有機的比較貴 當然呢 因為有機耗成本 話說我 不是本來 我知道怎麼切花椰菜 只是因為沒有桌子 所以我不好弄 所以我現在把它放在那個 電池爐上面切 我比較好切 然後我不是最近我在看那個阿南德他的影片嗎 然後 很多人都會詢問他 阿南德是那個印度神童 預言算蠻準的一個 然後 大家一定最近最關心的 全球疫情就是 全球議題啦 就是疫情什麼時候結束 但是他其實 他當然也 他不是什麼 他不能預測到太遠的東西 那他就是說 目前的解決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吃 原型食物 盡量吃原型食物啦 就是 對身體會比較好 然後 還有就是說 就是做瑜伽什麼的 然後我就看了影片之後 我就覺得 就是 他的重點就是 大家 怎麼講 有種回歸根本的感覺 就是一個 感覺好像現代人 就是常常會 常常都 吃精緻食物啊 然後 然後 可能工作忙碌也沒有什麼在運動吧 所以他講的那些其實都是我們 現在可以做到 然後對身體又很好 所以我就覺得我要更 就是為了自己的 身體 然後要再更 更健康一點 然後我昨天就很 性高才烈跟奶奶分享我這個觀點 然後奶奶就說 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被什麼奇怪的邪教洗腦 我說並沒有 好不好 就是 就是對身體好的東西 我幹嘛不去做 對不對 營養師也會預言吧 沒有 重點不是預言啦 反正就是 就是 做這些是對自己的身體好的 我知道一定很多人看到Mina吃這些都會覺得 沒有肉無法接受 但是就是 我昨天有吃 我昨天有吃炸雞 炸雞油 就是我 一天吃好 一天吃好 然後一天就吃清淡 自己 平衡一下 還是蠻幸福耶 欸其實也 切切 也是蠻多的 OK 我再去洗它一下 紅製的是 媽媽泰士 旁邊壓 應該是 我們家常備的一些泡麵 不知道吃什麼就可以吃 主要盡心知足少遇散念營 但我一直都是以這樣的人生觀在走啊 就是 雖然我現在這邊很像在傳什麼 傳遞什麼宗教 但沒有啦 反正就是 就是 Live healthy 好啦我去洗一下我菜 花椰菜可能會洗久一點 不然會有蟲嗎 d瓶 那些人 ze術 的 可以 我回来了 哎我还没回来我还没 谢谢阿琪干嘛 你为什么阿琪我还没回来之后送我啦 谢谢谢谢睡的喝果子 我要开始煮了我要去加一点水 我觉得花椰菜刚刚有点 有点切太多 谢谢熊熊文章 你们为什么在我不在 怎么一直送礼物 我不在都一直送礼物 我会没看到 我会漏念 满菜全集对我最喜欢的蔬菜锅 谢谢爸爸带我走 是送给薯饼的 蛤 所以不是送给我的 是送给薯饼的 好那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你们都喜欢薯饼啊 好 好啦今天我在找塑胶袋 我想要找一个新的塑胶袋 我现在把花椰菜装回去 可是找不到 算了 刚原本的袋子 等一下我先把这些菜 收回去 给你lovin l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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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安上我 薯饼倒了 他倒了 他什么时候倒了 是我撞到他吗 是我撞到他吗 不好意思 好意思喔 謝謝紅包 是給酥餅不是給我的是不是 對今天養生鍋 你們這些人 還沒插電 終於我們忙了多久了 快一個小時 終於可以 我終於開始煮了 所以我為什麼之前都會在直播前被好聊 因為 因為可以省非常多的時間 OK我們加一點鹽 我覺得是很佩服我這個叫什麼 家庭主婦之手 我每次這個鹽都是 因為我們家樓下就是 就這樣直接放一包 我每次都是看心情隨便 就是隨便倒 然後每次都剛剛好 真的是家庭主婦 我們收什麼 就是沒有準確說 多少一匙啊還是什麼什麼 沒有我們就是 適量我們就是有這麼精準的這種 多年煮菜的功力 垃圾車來了時間很剛好 為什麼 你們想上垃圾車 我們 我們家垃圾車把就是這個時間來的 OK 太陽之手 太陽之手 加鹽巴不需要太陽之手好嗎 嗯 然後我要喜歡再加一點香油 味比較香 好我終於可以喘息一下了 但我現在 要去拿個衛生紙 有一點點 Mina要來學一下烘焙了 我那天才 不是跟斯亞一起去做地毯嗎 然後我覺得其實做地毯真的是蠻困難的 就是 像是 非直線啊 或是一些比較彎曲的 部分 就是還是需要一雙橋手 然後我就問斯亞說 欸你覺得做麵包跟做地毯那個比較困難啊 結果 斯亞她說做麵包比較難 所以我就覺得 蛤 地毯比較簡單 我還做成這樣子 那我真的是 很沒有天分的人 就是我 我覺得我這個人就是在 美術方面就是零天分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我花葉才洗太多了 我覺得幾顆就好了 蓋一下 好 做麵包要算數學 真的喔 做麵包要算數學 為什麼 可是 什麼東西幾公克什麼 那個不是原本都算好的嗎 哈囉彤彤 你們家晚上10點10分才來垃圾車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我們家來的這個時間 都是奶奶不在家的時間 所以我就 必須得要 倒垃圾 我們家永遠都是我在倒垃圾 然後就算星期六 奶奶在家的時候 她也不會去倒垃圾 因為她星期六就說 我要跟爺爺去約會 垃圾就這樣給你喔 然後我星期六通常不是都有練習嗎 然後這樣練習好了 然後晚上 就只能晚上的時候 去丟垃圾 所以我 我就覺得很煩 就是不管是平日還是假日 奶奶在不在家 都是我要丟垃圾 然後就算奶奶在家的時間 她也不會去做其他家事 像洗碗 因為我們家 沒有 就是我們家是老舊公寓 就不是那種打開會有熱水的 所以冬天的時候 就真的很不喜歡洗碗 就是手很冰 但我覺得 今年的冬天已經算是 沒有那麼冷 沒有像往年那麼冷的感覺 我今年很多毛衣 都還沒有拿出來穿 所以反正就是那種寒流來的那幾天 我就是不洗碗 我就不然就對在那邊兩天都不洗 然後等到天氣稍微比較溫暖的時候 就要趕快一次洗很多的碗 沒有奶奶都不洗 甜點也是要算好量 不過我覺得甜點好像還更需要一些藝術甜粉 不覺得嗎 因為像那種高級的下午茶店 或是蛋糕店 他們的甜點都做得好精緻喔 就是那麼小小一個 可能就要兩三百塊的那種甜點 就是上面有些擠奶油 你要擠那個花 或者是做一些特殊造型 這其實都需要一雙橋的手欸 那我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會毀了他 我就是完全沒有美術天分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那些 做那個地毯的時候 就是我們也是要先打草稿 就是我們把我們想做的圖先給那個老師 然後他用投影幕的方式投影在那個布上面 然後我們就先這樣子描一次嘛 然後 好我覺得描這個部分沒有什麼大問題 可是主要就是在 拿那個槍 拿那個槍去 織毛線上去的時候啊 就是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呢 因為我們 描的時候就是要 怎麼講 就是這個地方 你不要看它是一條線 其實我們才要 弄兩條線 上面才會是現在看到的這個粗度嘛 然後我就是會 怎麼講 我就是會 從上面那一條直接 直接 做到下面的那一條 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欸 那就是 跟我以前讀書的時候一樣 就是以前我們讀書要 做筆記啊 有些人會用什麼 螢光筆啊 有些人可能就是 用紅筆藍筆 就是 這樣子去畫 底線之類的 然後我之前 我之前也都是 沒有特別買筆 我就是用紅筆藍筆去畫 畫重點這樣子 然後都是直接畫 然後我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每次就是要畫那個底線 可是我每次就是會 沒有辦法畫直線 我就是要畫底線 然後會直接把我要畫的重點 直接畫掉 直接變刪除線 我要畫底線 直接變刪除線 對 然後我後來就開始用旋轉蠟筆 因為我發現用蠟筆好像比較好控制 就是 比較有那個摩擦力吧 反正我就是可以 慢慢畫比較好調整 然後我只要是用那種原質筆 我想要畫底線 就是會直接 就變成刪除線 就是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困難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畫直線 所以做地毯的時候 我就一直發現 對為什麼我沒有辦法 我看著那個線 可是我就是會 就直接變刪除線 就是 沒有辦法 就是照著我原本畫的草稿走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試試看 手作地毯的人 好不好 如果你有跟我一樣 有人會像我這樣嗎 我真的覺得我好奇怪 我到底 我為什麼我看著那個線 然後我沒有辦法 跟著那個線 一模一樣的描一次 然後就像我的這個倉鼠 大家都知道我的 就是我的代表 吉祥物是倉鼠 可是我每一年的聖誕梯的倉鼠 都長不一樣 然後包括我這個 我這次秀的這個倉鼠 也是 就是完全不同品種啊 跟第一年聖誕梯 跟第二年聖誕梯的倉鼠 跟這次完全就是不同品種 真的我覺得我應該要固定 一隻我的倉鼠的那個形象 可是我現在的問題點就是呢 我沒有辦法畫出一模一樣的倉鼠 我每次畫都長不一樣 我真的很困擾 但我覺得應該是 對我應該要創造一個倉鼠角色 是我獨一無二的 就是固定長一樣 可是我每次畫的就是長得差超多 我沒有辦法畫出一模一樣的倉鼠 我真的很困擾 是美術天分的部分 對啊 每隻倉鼠本來就長不一樣 可是我應該要有一個 屬於我自己的 就是那隻倉鼠代表Mina吧 可是我每次畫都長不一樣 皮卡丘美娜也長得不太一樣 人家那個是進化吧 人家那是進化吧 好所以反正你們如果看到 Mina怎麼每年330上面的倉鼠長不一樣 沒事 品種不一樣 這是正常的 好不好 我的情況是腦袋知道 但手不知道 對 對我真的很困擾 怎麼會這樣 我腦袋是清楚 可是我的身體無法控制 好像跳舞也是有這個狀況 我腦袋知道那個動作是那樣子 可是我身體做不出來 就是 所以導致大家會覺得Mina很笨 但我其實沒有很笨 對我腦袋是清楚的 但是我就是身體無法去 手部有些困難吧 手腦不協調 對我常常在懷疑我是那個小腦的問題 昌鼠會換毛 會嗎 等一下他滾出來了 他滾出來了 等一下 聊太開心了 沒有注意到 我要攪拌他一下 等一下喔 等一下 我要去拿一下我的小碗 我要放一個小碗 就這樣 好 可以嗎 謝謝 我突然有點想吃湯圓 我決定丟幾顆湯圓下去 很突然 我不知道我剛看到它滾了之後 我就突然好像也要吃湯圓 丟幾個湯圓下去好了 超舒緩 丟個三顆好了 這樣我會吃太多耶 因為我原本想煮個蔬菜湯 沒有要加其他的東西 結果我現在丟湯圓進去 他不就是 好 這樣有肉了 對 皆大歡喜 今天有肉了 鮮肉湯圓 怎麼湯圓有湯圓 就上次買的鮮肉湯圓 我上次直播前不是跟 直播的時候不是跟他說我那天吃鮮肉湯圓嗎 因為它是一盒裡面有十顆 我上次丟了 四顆 的樣子 現在還有六顆 然後丟了三顆 下次可以再煮三顆 我數學很棒吧 我數學好棒 因為我剛剛就想說 突然有點想要加點什麼 然後就看一下 打開冰箱看 欸隊友湯圓突然有點想吃 不然這樣我晚上練舞可能會肚子餓 吃一點湯圓 數學老師要誇獎我 快誇我 快誇獎我 還是其實Mina數學沒有不好 只是需要把東西概念換一下 就是我們把東西換成湯圓 的話我就知道了 所以以湯圓為單位好不好 像我媽媽她數學也不好 可是 就很奇怪喔 你叫她算數學她就不會算 可是 如果你跟她換算成錢的話 她就突然算很快 這只要變成錢明明就一樣的問題 可是 你換成錢她就算得很精 我都會大概要換算成湯圓吧 我想 謝謝 紅包 謝謝洛克掌聲鼓勵 畫畫練手鳥 手腦 等一下我真的覺得我小腦有問題 為什麼我看 我看你說手腦協調性 然後我嘴巴說手鳥 手鳥是什麼 手腦協調性 我覺得我小腦有問題 練手腦協調性 是一直練習畫正圓 我真的從小 我真的 你們好煩 我真的從小那個 圓都畫不圓耶 就是 奶奶她從小就超有美術天分 她就是一個圓 就是可以畫的 徒手畫超圓 然後我的話 我只能用圓規畫圓 可是我徒手畫 我那個圓圓就是 接不起來了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會離得很遠 她是沒有辦法兩邊就是對接起來的 真的覺得好 好困擾 就是對 為什麼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畫圓 我小時候就跟奶奶就是 就是 就是 無聊的時候會畫畫 可是我 對 我沒有什麼美術天分 然後我就發現我好像畫圓跟畫直線都有障礙這樣 然後奶奶可以 很小時候就畫出比較複雜的圖形 可是我小時候連那個 五角星星我都畫不出來 我就不知道它怎麼連接會變成一個星星了 所以我小時候都只會畫兩個三角形的那個六角形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就是超過三以外的正方形顆耶 但是就那個以外我就有點不行 就發現我不知道 所以這是大腦的問題嗎 小腦有問題會影響嗎 所以我是大腦有問題 小小鳥的問題 沒有小鳥了 小鳥 小鳥問題不是mina的問題 小時候連8都寫 我小時候也不會寫8耶 我小時候8都是畫兩個圓的 然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很多大人8都可以寫得很快 這樣 就過去我想 其實連在哪裡我不會 我小時候8真的是畫兩個圈的耶 我真的超有障礙的 去畫室受過三個月基礎訓練就畫得出來 所以我只是欠訓練是不是 可是奶奶她也沒有受特別訓練 可是她 我要碰到這個燈 她從小就是超會畫畫 很有畫畫的天分 欸這燈 是有八道是不是 邏輯不好 不知道耶 我整個人都不好 我整個人 我覺得我從小除了就是 很愛唱歌 跟算珠新算之外 就是 一事五成 好啦 但也不算一事五成啦 就至少我 小時候 新算的部分是真的蠻厲害的 雖然現在完全不記得了 兩個圈寫8也太可愛了吧 小時候就不會耶 不會寫8到幼稚園老師要到家裡的那種 幼稚園老師那樣太好了吧 因為你不會寫8 所以就跑去你家教你寫8 有這麼好的老師 而且會不會寫8有那麼重要嗎 反正以後就會了嘛 小時候不會寫8沒關係啊 幼稚園不會寫8還好吧 我有可愛的天分 我 我覺得小時候呆呆的好像 我還蠻討喜的 就是 就是鄰居啊 然後親戚啊 還有 學校老師都會覺得我很可愛呆呆的那種 就是蠻討喜的小朋友 那奶奶的話就是 沒有那麼討喜 就是她 看到鄰居什麼都 也不會 也不會問好什麼的 就是 就是沒有那麼討喜就對了 然後我的話就是 長輩都會覺得我蠻可愛的這樣 可是小時候呆呆的大家會覺得很可愛 可是我已經 25歲了 我還呆呆的呆 大家只會覺得我是 大腦有問題吧 就是我到現在還呆呆的不行啊 成績不是不錯嗎 對啊 所以可能是因為成績好老師才喜歡的 所以可能是因為成績好老師才喜歡的 工程字要寫的像印刷的一樣 蛤真的喔 居然 好困難喔 幼稚人老師會去家庭訪問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家庭訪問這種東西 但是有家長會 家長日 就是家長去學校的那種 但是不會有家庭訪問 現在還是帶來 怎麼辦 我從5歲到25歲 我中間20年發生什麼事情 我為什麼沒有長大 我就是常常在疑惑自己 就是為什麼沒有長大 好奇怪 我三...三...三十歲 我剛剛說三十歲 我這還是 安安不分到什麼程度 我也覺得其實我三十歲也會這樣子 因為長大這種東西不是 不是一夜... 就沒有辦法一夜長大耶 如果有些人可以一夜長大的話 那大概是... 我覺得如果有人可以一夜長大 一定是有受到什麼重大的打擊 比如說他突然... 突然... 就是... 父母雙亡 很不吉利啊 然後就突然就是會被迫要一夜長大之類的 我是不是看那個八點檔太多了 不然我想不到他有其他什麼狀況 會讓人一夜長大 不然就是未來的他 就是跟現在的他 就是你知道 靈魂兌換了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一夜長大 就說沒有 其實我是十年後的他 然後我現在是要 來替他完成某些事情這樣子 就是... 除了這兩種狀況 我想不到還有什麼 可以讓人一夜出來長大耶 對 我覺得就是靈魂互換 然後不然就是 發生重大打擊變故之類的 或者是分手了 然後他就是必須一夜長大 一夜變老比較多 喔我有看過一夜變老的故事 可是那個好像是... 就是... 有生病 我有看到有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女生 然後他有一天好像就是被一種... 一種...某種蚊子叮了 然後那種... 他身上帶有的病毒會讓人衰老 所以他後來就... 在短時間內迅速的開始老化 這是特例 這是特例才會這樣子 其他的話還真的沒有看好 一夜... 一夜變老 不太會吧 一夜變老不是十生嗎 嗨 十生有一夜變老喔 植物好像可以一夜長大 植物可以啊 可是人的話沒有辦法 不然我長了二十年都... 長去哪裡了 跟誰互換 跟... 未來的自己啊 好呀 拜拜 上班加油 鼻子晚安 長去臉頰 沒有 我之前有給你們看過我小時候照片 我從小臉頰就是蓬的 我從小就是蓬的 不是一夜變蓬的 好 我拜拜 好好笑喔 剛剛有人說Mina我要去上班了 先拜拜 然後就拜拜 然後有人說下班了也拜拜 一夜變老是懶得白髮 我不要 我不要 可以跟Mina互換嗎 我不要 我不要 如果可以靈魂互換的話 我想要當 我想要跟很厲害的人換 就是那種 就是 總統啊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小甜甜富蘭妮 室內美惠之類的 不要再不要跟你們互換 好壞 我想要體驗看看那種 那種名人的生活是怎麼樣 可是如果我那麼笨的話 很快就會被發現怪怪的 TP團內團我想要跟誰交換靈魂看看 這個是不是之前MC有問過這個問題啊 我想想喔 TP我想要跟誰靈魂交換 好困難喔 我之前是不是說小迪啊 就想要體驗看看正妹的生活 正妹享有的待遇 就是 小迪他真的就是因為長得很漂亮 所以他就是出門常常就是會被 就是會吸引一些奇怪的人 可能跟他搭訕 或者是跟蹤 或者是 或者是買東西的時候 欸就欸很漂亮欸 然後折扣 或是跟人家熟什麼的 我就覺得還蠻想體驗看看正妹的生活欸 好像還不錯 對啊蠻想體驗看看的 我不是正妹啊 我不是 因為我真的出門都蠻安全 不太 很想要遇到什麼怪人啊 我不是奇怪的 很少 真的很少 然後我也 對啊就是 沒有什麼 就是一個一般人 但我很想體驗看看正妹就是 出門的話 可以享有什麼樣的待遇 比如說就是 路人都會忍不住多看見 很漂亮欸 這種 可是因為我是一個凡人 你知道嗎 我如果沒有穿上偶像的制服 就是一個超普通的普妹 所以我很想要體驗看看正妹的那個 像每次跟小迪出去啊 然後可能就是 他還會被便利商店的店員 要電話什麼 然後我想說哇 就是 不愧是正妹就是 生活的體驗都很不一樣 我是從來沒有過的 所以我就覺得哇 他就是 對就是很羨慕 人正真好 人正真好 正妹分享說很煩 路上都一直被搭散 所以我說靈魂這樣 就交換一天可以 就是體驗看看那個 我如果 有一天跟小迪靈魂交換 就是那天 出門到處各種種 然後體驗一下被搭散的感覺 好像也是蠻快樂的 你們不想體驗看看嗎 體驗一下正妹的生活啊 感覺蠻好玩的 但可能每天這樣可能真的會蠻困擾的吧 如果太正的話 可能出門還要戴鴨舌帽 然後包著緊 遮擋自己的眉毛之類的 便利商店店員會要你後三嗎 但是取貨好不好 我真的很常去取貨啊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 我都 好 我沒有被便利商店店員要過電話 可是我被便利商店店員取笑過 就是呢 就是呢 有一次我去 來 來插鋪 我要去取貨 然後 要取貨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 因為我平常很少機會去那邊 是因為它有免運 我才訂在那邊嘛 然後我就會順便看一下 有什麼特價的零食 還什麼可以買 然後 我就看到 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布丁 不是 我看到 那個布丁 它是有做活動 它就是 買布丁的話 它有多送一個造型的湯匙 就很可愛 然後我就 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 欸 看到上面湯匙耶 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買那個布丁 然後結果 我就結帳的時候 我就很期待那個可愛湯 造型湯匙到底當怎樣 然後就看到店員把那個 一般吃布丁的透明湯匙拿上來 然後我就 它不是上面寫有 有可愛造型湯匙嗎 然後結果 他拿出那個透明湯匙 我就一臉失望 然後我就 我就問店員說 買這個布丁 不是上面說會 會送那個 造型湯匙嗎 然後那個店員就 噗 然後他就笑我耶 他就噗耶 他就笑 其實它上面這寫有送 他自己不拿 然後我問他 他居然笑我 為什麼還笑 他本來就有送 不是嗎 然後他才拿出來 是男生 一個大叔 不是啊 他上面就寫有送啊 他怎麼笑我 奇怪耶 我不可以想要那個湯匙嗎 他沒有笑他是不 他那個布丁 就是在笑我 他有 這種湯匙也有人要啊 我下次要把那個湯匙拿出來 我不知道我收到哪裡去了 反正 真的蠻可愛的 不是然後他笑了之後 害我 害我也很乾 然後就 然後拿出來 然後就 我就 我就 因為我有點 他笑我 我就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看看 嘿嘿 這樣笑了 他好丟臉喔 為什麼他笑我 不行我想要給你們看那個湯匙 真的很可愛 我去找一下 我看看我收到哪裡 我是不是收到櫃子裡 應該在這裡嗎 還是在櫃子上嗎 沒有收起來嗎 還是在櫃子上嗎 再給我幾秒鐘 只能依靠的人 只要自己 欸我不知道那個湯匙 我不知道那個湯匙收到哪裡了耶 算了 我下次找到再給你們看好了 真的很可愛 奶奶看到的時候 他也說很可愛啊 忘記收哪裡 我下次再找給你們看 很可愛耶 可能跟他要的都是小朋友 我 我有一小朋友啊 我為什麼 我不可以要 為什麼不可以要湯匙 奶奶 不會奶奶 不會把他丟掉 我那時候 跟奶奶說 你看這個 我有跟他分享這個故事 被店員取笑的故事 然後奶奶看了一下那個湯匙 他還說 這湯匙蠻可愛的 我後來 我後來 又有一次再去 來插附 要取貨 我本來想說 如果 不是那個店員的話 我就要再買一次布丁 再多拿一支湯匙 因為他應該有很多種顏色 我那時候好像拿到的是綠色的 但是綠色我沒有特別喜歡 我想說如果有黃色或是其他顏色 應該很可愛 然後就我那時候一進去看 又是那個店員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算了 然後我後來再去的時候 終於不是那個店員了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發現他活動結束了 都沒有 那個湯匙 他現在沒有送湯匙了 對 所以我只有一支 本來想說可以多收集幾個顏色 還挑店員 對啊 他那個 他都笑我 他都不吃了 沒有如果要買那個布丁的話 我不要那個店員 他都笑我 他現在沒有活動了 對啊我們不可以那個耶 我們消費者自己的權益 不可以浪費掉 奇怪我那個湯匙到底收出哪裡了 那很想給你們看耶 你們之前才看到啊 好啦可是因為免運 我還是會去取貨 好我們來吃晚餐 趕快來吃晚餐 店員表示沒看過湯匙要湯匙 奇鬼湯匙不可以要湯匙咪 我要煮的很軟很軟 我找一下你們的星星 星星跑哪裡去啊 找不到等一下再找 看一下我今天的鹽巴加的 有沒有剛剛好 不是羊肉啦 蔬菜鍋 我先來喝喝看 今天稍微偏淡了一點 但還不錯也是很甜 好甜喔 我要先吃青菜 什麼是滴滴 滴滴就是 很花心的人 花心的人 多數很健康 對啊我很喜歡吃蔥菜 甜甜的 吃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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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吃晚餐了嗎 來 拿來吃這個南瓜 南瓜 超甜超好吃 加麵不行 加麵吃不完 在我背料的時候 今天背料背超久的 南瓜真的是太讚了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會不喜歡吃南瓜呢 還沒有回到家 大家都喜歡吃飽了 才看 我喜歡跟大家一起吃 我記得南瓜對身體超好 好燙的 南瓜對身體超好的 但是我忘記好在哪裡 我只知道對身體好 南瓜跟花椰菜白菜焗烤 有沒有感覺還好啊 我覺得焗烤就是要有 馬鈴薯吧 南瓜焗烤還好 我們來看 晚安 期待週末三週年 我也很期待 雖然沒有集長會了 但是 表演還是很期待 都變3.5周年了 馬鈴薯山藥跟地瓜煮 感覺就很好吃耶 喔對 因為我喜歡馬鈴薯山藥跟地瓜 南瓜的話大概 排第四吧 雖然也喜歡 剛才聽到南瓜菊頭就覺得還好 馬鈴薯山藥加地瓜 感覺很好吃 明明也是澱粉 謝謝冰冰的紅玫瑰 感覺四周年也不一樣 會不會練完三周年 好我們下禮拜開始練習四周年 開始要準備了有沒有 那你像一場演唱會 前志祺也是要準備好幾個月啊 淀粉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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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套餐然後加起司更棒 也是有得更伐 2、2、2、2 都會沒想過 電視這ind hypothes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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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Balch 有蠗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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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 對啊 真正太快了 二月公演還有人要來看我們 那辦演唱會很難啊 就是好不容易訂好日期 然後突然疫情爆發又要一直延期什麼的 都很麻煩 但是就算現在疫情爆發要延期 但是你還是在家要時常複習 不然忘記的話 到時候再重新寄會更麻煩 這件好飽喔 謝謝終於 今年的世界背禮到年底 因為卡達他的卡達在哪裡啊 我們來吃這個鮮肉湯人 這個要用湯匙吃 別怕他汁會流出來 原型食物 要多吃原型食物 超多吃的 好吃 我會一口吃嗎 不會 因為很燙 放出 很燙 韓服都停辦或改變 想要 我有看到 我覺得他 這個時代讀書也是好辛苦喔 就剛好遇到疫情 有方形食物嗎 沒有 但有方臉 只是說老高 看看沙沙咪娜嘴裡有幾顆湯的 嘴裡不只有南瓜 小黃卡要保護好 如果弄丟他好像也是可以補發吧 那就比較麻煩 第三季改12週就能打 但我好像也還沒 對 豆腐算是方形食物 算難 我的燈 補發要100塊 最好是不要補發 很麻煩 任何東西補都是很麻煩 像是 證件補發 全部資料都要重辦 我覺得很麻煩 還會現在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的愛也要讓我對你心情話 反正現在 就是聊天聊的話題一定都是 圍繞在疫苗 就是 因為疫苗打了嗎 你打什麼什麼之類的 疫情真的太可怕了 我還在想我今年過年 過年感覺就很恐怖耶 我記得 去年也是過年的時候 過年完之後就爆出好多確診 前兩季都打A力第三季一定要打別的 我第一季打A力第二季打莫德納 第三季的話 我應該會選BNT吧 因為通常第三季都是建議打BNT或莫德納 可是因為我想要收集三種疫苗 有沒有這麼無聊的人 我想要三種都打看看 所以我應該會選BNT吧 你想要挑戰疫苗大滿怪 Yeah 因為每個人打完都會有不同的副作用 可是我目前為止我都沒有很嚴重的副作用 什麼被車撞到的感覺 我本來第二季打莫德納的時候 就已經有做好要被車撞的那種準備 因為網路上都這樣子寫 我就覺得還蠻恐怖 想說可以 就是 主要是因為保護力好 然後想說 我副作用 就是我冷受力蠻大應該可以 所以我就 我就去打了 第三季想說 可以試試看別人體 實驗用餐廚的部分 但是混打的人又不是只有我 三種不一樣保護力也比較高嗎 應該是差不多啦 我要來挑南瓜吃 南瓜好好吃 其實應該打起來是差不多 只是我個人你知道 就是 喜歡體驗新鮮 琼妹被撞到手都舉不起來 你說 打疫苗手舉不起來 還是真的被撞到 很多人打BNT都說沒什麼感覺 奶奶打BNT連發燒都沒有 其實去港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 我只知道打完疫苗就是好好休息 所以就在家睡一整天 所以沒有特別感覺 可能是因為這樣吧 就是有充分的休息 而且要暈眩的話 我覺得梅尼爾斯來的時候 那個暈眩感更不舒服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比打疫苗還更不舒服 而且還會想吐什麼的 就是身體 我的身體本來就沒有很好 所以以打疫苗來說我覺得 就是 還可以忍受 不是說沒有感覺 就是可以忍受而已 希望今天可以身體健健康康的 不要再有奇怪的病痛 不是我想吐不是因為打疫苗 我想吐是因為之前梅尼爾斯症 我打疫苗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在床上睡一覺就好了 疫苗說明書上面說不建議混打別的長牌 是嗎 但他只是建議嗎 建議不一定參考 建議僅供參考 謝謝追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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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德納被打完了 但我本來第三季就想打BNT啊 雖然我選的理由 很 沒有根據 是 不過因為疫情爆發以來 我也是省了不少化妝品的錢 應該出門都不化妝 只要化眼睛就好了 只要化眼妝 我吃到快晚我都還沒看到剛剛那個 星星的紅蘿蔔 還是煮到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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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覺得 年紀大皮膚有差耶 以前就是隨便用 開架的保養品就好了 然後 現在的話就是 年紀大了就會開始 用越來越貴的保養品 用便宜的可能就會覺得好像效果沒那麼好 好 Mina也很少外出出去玩 對阿 現在出去玩 都戴著口罩了 是很麻煩 看你 你看它 噴汁嗎 噴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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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沒有噴到 它有噴到碗裡 因為我穿白褲子 有噴的 噴 分你們吃一口 我還沒分就吃完了 我還沒分就吃完了 我不管你還有一顆 逼逼三块很贵吗 好像还好吧 三百多块钱 把生虾的 烙一条 差不多吃完 看起来一锅很大锅 但是 这样慢慢吃 吃完 我找到星星了 星星跟月亮都出来了 后来进来的人想说 Mina在说什么什么星星跟月亮 星星 我们来把星星吃掉 你想要星星吗 我摘了一个星星给你 摘下星星送你 然后把它吃掉 摘下星星送你 摘下月亮送你 再把它都吃掉 我自己切了吗 当然 日本是指定的 好吧 下次再切别的东西 成员团购BB酸 有活动的时候 还是要画底砖 有活动的时候还是要画底砖 只有星星跟月亮 因为大家说要指定形状的时候太晚了 我已经一刀切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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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煮的软软的花椰菜 所以要给就我自己吃掉了 有啊 我有给你们看 然后我吃掉 然后我吃掉 今天没有加蛋 因为 今天午餐吃了 其实蛋饼已经有蛋了 一天吃一颗蛋就好 所以晚餐没有加蛋 也觉得红萝卜可以这样玩了吧 南瓜就不能乱切 因为南瓜很容易煮烂 就不能乱切 红萝卜很好吃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红萝卜 想看那么甜 想闻香汤人 等一下 等我把旁边的解决了 汤圆是最好吃的 要留最后的 谢谢Jimmy的Pup Cut 好 来吃汤圆 吃汤圆 吃汤圆 圆形食物 王梅斗 好像看不太出来 吃汤圆 吃汤圆 放鸡 然后就没看到 我只是吃汤圆 吃也会希望吃 disput 吃汤圆 泡芙 是三 block 很舒服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等一下要去練舞了 所以差不多要關台了 看看下去直播 他這直播應該是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口紅一樣亮麗 還行沒有全掉完 就是我很喜歡的那個牌子 他這直播是下禮拜一 晚上應該是9點 然後 然後 有大包我來搶看看 搶到了 我搶到超多耶 我是第一名嗎 不是耶 謝謝鐘影的大包 生日快樂 讓大家這禮拜 這週六日見囉 三週年見 很期待 謝謝鐘影的紅包 謝謝開粉追蹤 大家三週年見 好我來念一下今天的排名 線上檢 對還有線上票 今天的第13名是 杜姑還有太空 謝謝 第12名是 瑞蓉 謝謝瑞蓉 第11名是 舒澤 謝謝舒澤 第10名是 謝謝QB 謝謝QB 第9名是 謝謝博稱 謝謝阿奇 第7名是 智虹 謝謝智虹 第6名是 阿奇拉 謝謝阿奇拉 第6名是 中影 謝謝中影 第4名是 熊熊 謝謝熊熊 第3名是 黃拉 謝謝黃拉 第2名是 羅莉郎 謝謝羅莉郎 第1名是 巴巴 謝謝巴巴 我今天應該用這個特效的 剛好跟我的衣服很搭分分的 還有腮紅 沒有畫腮紅 我每次都要關播了才想到 齁 好啦 大家假日 週六週日見 有我擁抱了 三週年前 大家 晚安 大家掰掰 爸爸掰掰 味容掰掰 紅衣掰掰 星影掰掰 木亭掰掰 我剛剛吃完鍋 現在超暖的 不怕冷 熊熊晚安 松影晚安 小楓掰掰 下晚安 吃太飽了想要打個 打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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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晚安 掰掰 掰掰 吃太飽了 喔 你們 閉嘴 吃太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